我们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我面前 他是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 不是 他从哪来的 就在面前来的 西方世界在哪里 西方世界 你没有听到吗 法性神 法性徒 那法性神 法性徒 就是整个宇宙 就是一个法性神 一个法性徒 阿弥陀佛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我一念他 他一现身就在我面前 就楞严经上说的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那我们修到最后的时候 也入到这个 法性神 法性徒 这个神跟徒 都融成一片 没有些 不是物质现象 也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所以说 言语到断 心仙出灭 融成一体 所以融成一体 过过 还是一个完整 就好像灯光一样 灯放光 这里有十盏灯 这个房间里头 通通都照了 十盏灯 光光融成一体 但是每一盏灯 还是每一盏灯的光 你熄掉一盏 这盏灯没有了 妙不可言 我们称佛了 跟所有一切佛一样 就是光光融成一片 所以融成一片 过人还是过人的 一点都不砸了 确确实实是液体 这液体的时候 你绝对分不开 因为光里头 你说 这个光里面 哪个是这个灯的 哪一个是那个灯的 你分不出来 入常即光就是这个现象 常是永恒不灭 它不生不灭 即是清净即灭 所以你就晓得西方世界 含荣所有祝福世界 那就西方世界 那极乐世界真有吗 真有 还有很具体的 那具体的是什么呢 那是极乐世界 就是法藏菩萨 他发愿 要借淫一切菩萨 他建了一个道场 建了一个学校 那个学校叫极乐世界 但是极乐世界是法信徒 极乐世界人是法信神 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现在只能有什么 科学家所讲的 不同维持的空间 我念了这个经验也说 那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维持空间 不是什么三度四度五度 不是的 是不可思议的空间 五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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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所以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